現在我們來看 城市與鄉村對比 現在我們把這半年多來 全世界各國所面對的災難疫情 拿出來來做一些對比 讓大家可以更具體的去體會 哪種居家環境比較理想 哪種居家環境比較理想 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這半年來 半年來世界很多國家所發生的這些情況 因為災難還有全世界的疫情 讓很多國家開始進入所謂的封鎖的情況 結果百姓居民到處要搶什麼 搶食物 這個不是櫥窗讓人家看 這個是超市裡面的東西都被搶光 超市裡面的東西都被搶光 來 大家好體會 好體會 所以當有重大災難 重大疫情的時候 大家想到的就是要搶什麼 要食物 來 我們再來看 當有災難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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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個是英國 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 她就趕快 撤離白金漢宮 住到 住到哪裡 遷移到鄉下 趕快 離開豪華的 黃宮 在市區裡面的這個黃宮 趕快 要撤離 撤離 撤離到鄉下 所以他們都知道 鄉下 比黃宮 城市裡面的黃宮更重要 更重要 那英國呢 本來這個首相前面也是 但是 就覺得這個沒什麼 沒什麼 但是 當情況越來越嚴重 後面 她自己也染病了 也經過生死關頭 後面 她才 比較 採取比較強勢的這種作風 開始 規定 要禁足 大家要封鎖禁足 但是 平常大家活動慣 自由慣的人 他們 就發出 強烈的 反抗 她說 讓他們 關在家裡 關在家裡 她說 怎麼樣呢 會怎麼樣 會瘋掉 一直在關在家裡 他們會瘋掉 本來說 預定要關三星期 但是 很多人都是 一直的抗爭 一直的反抗 我們沒辦法做到 把我們關三星期 會瘋掉 所以要知道 大家都不喜歡 關在那個小小的 房仔 鳥籠裡面 世界各國呢 都一直的在 封搶食物 封搶民生用品 這些大家都不陌生 半年多來 半年多來 世界各國經常發生的事情 經常發生的事情 大家要的搶的是什麼 你們很多人也經歷過 當有災難來 當有大災難來的時候 大家最在乎的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就會用生命 來體會 你的生命會告訴你 什麼才是最重要 什麼才是最重要 如果平常沒有儲蓄 沒有幾糧 當災難來的時候 就會恐慌 恐慌 然後會爭搶 世界各國都 頒出了各種的禁令 這些讓大家回味一下 回味一下 這半年多來 全世界各國的一些狀態 都是真實的 不是電影場景 法國總統他們也 一樣實施封城令 他說這是逼不得已 不得已才這樣做 印度也是一樣 實施所謂的封城 但是他們的作風制度 沒有妥善安排好 所以讓百姓很恐慌 就好像猖狂的逃離 要逃離大城市 逃離大城市 這些人的百姓他們說 我們又帶著嬰兒 又沒有食物 真的那種憂心 心裡面是很恐慌的 很多的人他們是那種 低薪和同工 打工都是算一天一天 或是臨時的契約工和同工 當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 不要講到積蓄 他們是工作吃飯工作吃飯 當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飯吃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百姓就是這樣憂心忡忡 然後現在又封城 城市裡面活不下去 沒工作活不下去 所以要趕快要回到自己的村裡面 但是好幾千萬人要回去 所以就變成都是幾爆各處的車站 聯合國方面也發出了警告 警告 越是災難越多 還有疫情越嚴重 糧食的問題 糧食的問題就容易 發生缺糧 斷糧 搶糧食的情況 再來 這是 今年的3月19號 洛杉磯這邊就發布的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情況 發布的封城令 對他們而言 他們也是一樣 百般無奈不想要 但是呢 疫情 事實上疫情它是在警告人類 希望人類要停下來 靜下來 重新檢討反省 希望人類不要再破壞生態環境 不要再傷害大自然 所以這個疫情它像這些病毒 它是本來在世界各國早就存在著 只是 有沒有什麼時候爆發的問題 所以它不是從某個點出來 本來它就是在世界各國都存在著 就好像我們身體裡面 每個人的身上都帶有癌細胞 知道嗎 每個人的身上都帶有多或多或少的癌細胞 當你愛護身體 你愛護身體 相安無事 癌細胞它就不會發作 當你蹂躪你的身體 你的癌細胞就開始成長 它就發出警報信號 這個癌細胞 這個癌細胞是每個人身上本來就有的 不是說 某人得癌症是因為某某人傳給他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 細菌病毒那是在世界各國 它本來就存在 只是什麼時候爆發出來 如果假這個人 你愛護身體 當然你這裡 你的癌細胞就不會發作 疑這個人 你折磨折騰你的身體 好 癌細胞就會發作 它是發作不是不好 它是在發出警報信號 在告訴你 希望你好好愛護身體 所以我們要知道 像這些細菌病毒 它們本來在世界各國 就已經都是存在著 什麼時候會爆發出來 那就看 如果人類你愛護生態環境 它就與人類相安無事 如果人類傷害生態環境嚴重的話 它就會發出警報信號 所以你看洛杉磯這邊 就這樣一個形成一種空城的情況 這是他們史無前例的發布封城 形成這樣空城的情況 再來 因為美國的疫情一直的越來越嚴重 一直越來越嚴重 結果呢 導致整個民生各方面工作 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所以 這是 也可以說是 美國從來很少發生的這種情況 很多人他們急著要請領救濟金 還有食物 還有食物 因為西方人 他們有一種情況就是 我有多少錢我就消費多少錢 還有 後來的那種經濟架構 真的很不好的架構 就是 你賺 你只賺七十塊 但是 鼓勵你消費兩倍 你不夠的 貸款給你 借給你 所以西方的那種架構 它為了刺激經濟發展 常常都是用透支性的 借貸性的消費 東方老祖宗告訴我們 我們要有儲蓄的觀念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從小都有儲蓄的觀念 我們賺一百塊錢 用五十到七十塊 我們至少要存三分之一 作為儲糧 但是 西方 它那種新的經濟教構 是這樣 你賺一百塊錢 鼓勵你 消費兩百塊 所以他們 一般人 很多人他們沒有儲蓄 所以 當沒有工作的時候 哇 很多人他就沒有收入了 沒有收入 就會挨餓了 所以 這就是 他們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有房子有車子 但是 沒有儲蓄 沒有儲糧 所以就很容易發生 這樣一種 生活出現 一有災情 生活就出現大問題 所以 當世界各國看到 美國靠稱這麼先進的國家 但是 一有 重大疫情 或是 一些災難的時候 就 形成很多人生活過不去 所以 你看 這些汽車 這些車子 他們都是要來排領食物 排領救濟物 這些 航廠的車隊 他們都是要來排領救濟物 在 拉丁美洲這邊 一樣 他們 很多人也是一樣 沒有什麼儲蓄 還有 做一天 吃一天 有工作 才有飯吃 像這些情況 當疫情來的時候 一樣 大家就是 慌亂了 疫情衝擊 沒多久 家庭裡面的食物 就 耗盡了 溫飽成問題 有不少人 就成為流浪街頭 在垃圾桶撿食物 這些都是社會 這個世界上 真實存在的情況 那 像 這個團體呢 他們是一個慈善團體 他們也表示 他們 有違反政府的法令規定 因為政府說 不可以聚眾 不可以 就是 讓大家靠近在一起 但是呢 他們看到 因為很多人沒飯吃啊 所以他們要幫助 要救濟 這些人不過來 也不行啊 所以有這樣 慈悲大愛的人 來發放一些救濟物資 幫助那些 遊民 幫助那些生活 陷入困境的人 這是很需要